不为自己求安乐 但愿众生得理苦 大家好 这里是禅宇 禅宇伴您聆听佛音 平息烦恼 安顿身心 最近有一位有神通的佛友联系我 说他最近通过天眼 得知了一个惊天秘密 震惊万分 现希望我将他的所见所闻分享出来 给予世人警醒 这是他的字数 1.地震突然爆发 在一次天眼见证中 我的眼前出现了这样几个场景 突然警钟敲响 不觉于耳 看到人们惊闻终声 不知道发生了什么事情 慌忙走出屋外 原来是发生了地震 有部分人虽身体受伤 却逃离了出来 有的人却被倒塌的房屋所掩埋 死在阵中 一对夫妇牵着一个四五岁的小女孩在逛街 小女孩蹦蹦跳跳 非常开心 可是突如其来的地震 把孩子吓坏了 晕倒在地 母亲抱着孩子痛哭流涕 最后孩子醒了 却因惊吓过度而成了神经病人 一家人痛苦不已 一位老奶奶穿着厚厚的衣服 戴着帽子 一手拄着拐杖 另一只胳膊跨着篮子 步履蹒跚地往前走 地震爆发后 老奶奶跌倒在地 大腿骨折 无法行走 一个十一二岁的小女孩 背着书包 告别妈妈准备去上学 在上学的路上 地震降临 一根粗壮的树枝 折断后 恰巧撞击在小女孩的头部 小女孩倒在血泊之中 当场身亡 房屋倒塌 树木折断 道路断裂 一片狼藉 满目苍蝇 人们双手抱头 惊慌逃窜 却不知道往哪里躲藏 一个个像热锅上的蚂蚁一般 到处寻找安全的藏身之地 土地尊神 慈悲降临 有的土地公公 化身成老爷爷 在给大家发放雨伞 食物等生活用品 有的则化身成乞丐 穿得破破烂烂 衣不避体 向大家祈祷 祈祷来的食物 自己并不享用 全部分给穷苦无医 受灾受难的人 这时 一位土地公公降临了 他须发 揭白 留着长长的胡须 大概有二十公分左右 服装华丽 光彩照人 还拄着拐杖 我赶紧过去 准备跪拜行礼 土地尊神说道 不用跪拜 先坐下来 喝口茶 慢慢聊 我尊赵吩咐 坐下来 说 弟子刚看到 此地发生了地震 请问尊神 您知道此事吗 土地尊神 微微一笑 说 当然知道 不仅我知道 鬼神都知道 甚至一切动物 比如鸡 猫 狗 等等 也知道 唯独凡人 不知不觉 为什么不提前告知呢 我问 尊神 既然知道 为什么不提前 告诉人们呢 土地尊神答 我已经告知多次了 但人们却不听从我的劝说 虽不能说明白 但已经通过各种方式 惊醒大众了 或于梦中显示 或借他人口传 竭尽我的所能 做种种警示 无奈啊 无奈啊 觉醒的人太少太少 痴迷的人太多太多 不是我不提前告知 而是相信听从的人太少了 何况此事不能明说 只能暗示 担心有人认为是造谣胡说 妖言惑众 引起社会恐慌 唯有有福的人 行善的人 能躲开灾结 我们以种种方式 帮助这些行善积德的人 脱离迁险 福报不足的人 纵然听闻 也不会在意 更不会相信 这就是所说的 灾结难逃啊 灾难是意外事件吗 我问 原来如此 恭请 尊神开示 地震中遇难的众人 都是在劫南逃之人吗 有没有世人 所说的意外事件 土地尊神答 是的 都是在劫南逃之人 没有意外事件 纯属因缘果报 因缘果报之复杂 非人们所能想象的 却又是丝毫不爽的 人之生死 受邀 皆有定数 这就是人们所说的命运 一般至善相平的人 他的人生轨迹 则完全在命数之中 不能改变分毫 没有大善巨恶的人 能突破命数的居付 大善之人 命运越来越好 超越命数 而巨恶之人 命运越来越坏 脱离命数 居付 世间所有人的命运 都是这样的 没有一个人是例外的 故应死于地震中的人 必死于地震中 应死于火灾中的人 必死于火灾中 应死于疫病中的人 必死于疫病中 刚才你所问 死于地震中的人 都是应死于此 如果是不应死于地震中 他们就会因为种种缘故 而避开这次地震 其他的灾结 也都是这样的 这就是众人 共业所致 其因果关联非常复杂 从每个人的脾气性格中 也能了解到这些事情 每个人一生所遇的事情 都是有因果的 不是无缘无故而遭受 但因果报应很长时间 没有人提到讲到 现在知道懂得的人 就特别稀少了 人们将无法理解的事情 一律视为迷信邪说 或意外事故 其实人生所遇的事情 没有一件事 不是因果报应 没有一件事 能脱离因果报应 琐碎的事情都是这样的 何况生死大事 怎么可能是偶然意外 超越因果之外呢 五 人类只能束手待毙吗 我问 那人们有什么办法 能避开地震吗 还是只能束手待毙 恭请尊神开示 土地尊神答 因果是积极向上的 能够引导人们 趋吉避凶 遇难成降的 而不是任命屈从 让人们束手待毙 惊慌失措 能避开地震的方法 在于平时多多 吉功累德 济世救人 道高龙虎福 德高鬼神亲 这些不是古人编造出来的 欺骗后人的 不是神话传说 都是真实不虚的 否则地震一来临 就来不及了 古往今来 能躲开各种灾难的真实案例 数不胜数 史书记载民间传颂的太多太多了 可惜现在的人不读古人书 现在的人不听古人言 认为人能预知未来的事是不可能的 各种灾难是不可预测的 实际上是自负手脚 断其求生之路 我国延绵不绝 生生不息 经历了数不尽的灾难 但却能浴火重生 延续至今 自有其出类拔萃的智慧 自有其卓越非凡的本领 什么样的灾难没有经历过 什么样的祸乱没有承受过 如果没有趋及避凶的本领 早在天灾人祸当中灭绝了 放眼全球 展望历史 因灾难而灭绝的民族 消亡的国家屡见不鲜 人们应当从历史和现实中 吸取经验和教训 而不是被眼花缭乱的科技 弄得晕头转向 失去方向 那样 人类将付出惨重的代价 古人心胸宽阔 智慧高超 眼光长远 所作所为 总想着利益天下 造福子孙 而现在的人 则恰恰相反 心胸狭隘 智慧低微 目光短浅 所作所为 总是想着利益自己 不顾子孙 从而经常做杀鸡取卵 劫则而鱼的事情 把祖宗留下的资源 肆意浪费 肆意挥霍 破坏环境 毁坏环境 最终将受到自然的报复和惩罚 为自己的无度索取 付出沉重的代价 你们生逢五卓恶事 却浑然不知 你们小时候所处的环境 远胜于今天 而古人所处的环境 又比你们好百倍不止 几十年以来 你们亲身经历着空气污染 水资源污染 土壤污染 等等的演变过程 目前过着饮苦食毒的生活 也许你们物质条件优越便利 可是你们呼吸不到清新的空气 喝不到干净的水 吃不到安全的食品 而这些种种外在的情形 景象 都是人们内心的显现投射 众人共业所造 自当承受其果报 这才是刚刚开始 后面还会有更严重的灾难 人心有多险恶 多狠毒 其所承受的苦难 就有多严重 多惨烈 土地尊神的回答是何其的正确呀 人类不正在遭受 自身重业造成的恶暴吗 好了 本期的视频就为大家分享到这里 感谢您的观看 参与陪您聆听佛音 平息烦恼 安顿身心 如果您也喜欢本期内容 请给我点个赞 还可以在右下角点击订阅 或者分享给您的朋友 您的支持 是我最大的动力 咱们下期再见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